来说说宏都拉斯的事情哈 从2021年开始啊 这个就现在的这个总统啊 当时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就放话说要跟中国建交 跟台湾断交嘛 那但是呢 就等于说他要的越来越 就是他要的越来越多吧 因为原本他2021年竞选总统的时候 说要跟中国建交 但是在这个据说是美国也介入 那台湾的外交人员 也很努力的情形下呢 就后来就改口了 就说要维持跟台湾的邦交 那去年一月的时候呢 赖清德副总统也担任特使 参与他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就职大典 那当时呢贺锦丽也亲自向 这个宏都拉斯的这个总统 关切台湾和宏都拉斯的邦交 那但是呢 就等于说最终的最严重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中国在宏都拉斯的一个水利发电站的一个问题 最严重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呢 中国其实心机很深呢 我跟你们讲 中国心机很深 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宏都拉斯 融资了一个叫做帕图卡水电站 这么一个项目 那我查了一下 他说这个该项目是宏都拉斯近30年以来最大的水电站项目 是正在实施的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国家使用中国融资的项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国一贯都是说你必须要跟台湾断交 跟中国建交 我才能 我才会给你做一带一路的这种建设 我才会 这个就是说 帮你 这个意思 那只有在宏都拉斯 就是 这是在2015年前 你看2015年开始 那必然是在2015年前就定下来的嘛 就是 就把宏都拉斯作为一个例外 在宏都拉斯还和台湾维持邦交的情形下 就去融资 就贷款嘛 所谓的融资不就是贷款嘛 就是贷款给宏都拉斯建这个 这个最大的这个水电站的这个项目 那 那就是 你知道他就是用 这种大的项目 大的这种建设项目 挖一个债务的陷阱 挖一个债务的坑 来坑宏都拉斯 对 然后等到宏都拉斯还不上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 你必须跟台湾断交 你 你如果不跟台湾断交 呃 这个钱你就必须还给我 那宏都拉斯没有钱还 对 所以说你们能看到很多 譬如说什么 呃 就说 呃 把一个港口一百年租给中国呀 呃 就说什么什么的 就是就就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些东西 对 他是怎么出来的 他他一般都是中国这么弄的 就中国先说我给你建设 弄一个非常大的建设 然后这个建设建起来之后呢 就会告诉你说 哦 这个土质不行 呃 这个这个结构不行 呃 这个东西比想象中花的钱更多 呃 但是呢 呃 就是说你放心兄弟你放心 呃 我知道你没有钱 但是我我我来 我来给你借钱 呃 我借钱给你啊 造这个东西 呃 就是比如原来说十万块能弄完的这个项目 到最后花了一百万 对 然后九十万啊 说都是 这是我帮 我帮你兄弟啊 对不对 我我我投进来九十万把这个项目建好了 但是你这九十万你得还给我 对吧 你这个九十万得还给我 那他没你没钱还怎么办 好办啊 你把你的这个港口啊 一百年两百年你给我啊 就得了嘛 对不对 那而现在宏都拉斯 他可以把台湾 就是要不然就台湾给他钱 填上这个空 啊 就是台湾把钱给他 让他把钱给中国填空 要不然就是台湾 他跟台湾断交 这个可能我估计这个他不会抹销的 那他可以延缓几年 说哎呀 咱们关系好 过两年你再给我吧 之类的 嗯 对 这个是他们当地报纸 就是披露的 但是我是在这个中国电鉴集团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他们这里看到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帕图卡三水电站 嗯 对 中国多缺德呀 中国真缺德 就是他玩这套 真的是 他把 他把这一套是玩 玩透了 而且他 他布局多早啊 你看2015年 至少就是2015年之前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布局 就布起来了 然后到了现在 就等于说 宏都拉斯应该也欠了一屁股债了 嗯 对 也欠了一屁股债了 这个时候也是时候来收了 来收钱了 自由时报在 在今年一月的一个报道 他就说当地的一个 一个分析家 就认为说 这个 帕图卡水电站 三期工程在财政与工程上已成为噩梦 那工程由中方承包向中国贷款三亿 还想扩建二期工程 怎么怎么样 嗯 说这个分析师说 这个财务上 这个建造大坝 就根本就不可行 就是个坑 宏都拉斯给中国 跟中国借了一笔 自己压根还不出来的债务 所以说台湾是不可能去添这个空的 你也 你你你添这个空 你疯了 你等于说你添这个空 就是把钱给了中国了吗 对 而且我看很多人也说 说 其实台湾有这些邦交国最大的 一个 就是对台湾来说最好的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像联合国呀 世界卫生组织呀 这些地方为台湾说话嘛 这个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每次什么 就涉及到入联合国呀 或者是入世界卫生组织啊 这个时候就要有邦交国发 这个发提案嘛 然后就是为台湾讲话嘛 对 但是最近疫情这几年 大家对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就疫情这几年 大家对世界卫生组织就很绝望了 嗯 然后呢 等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你看到联合国简直是个笑话嘛 哈哈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联合国就成了一个笑话 所以其实 对就等于说像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这种组织 它越来越让人觉得 就是它变成中国的一种工具 它变成中国的一种工具 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影片 就说到就是一个美国海军的一个长官吧 情报的一个长官就说到说联合国都把中国的很多对于定义纳入联合国 譬如说他说中国说发展是人权 意思就是发财是人权 我们一般说人权我们指的是人的就是生存的权利 你的人身的自由 对吧 你说话的自由 这是人权 对吧 但中国创造了一个叫做发展 就是发展是人权 他说结果这个发展是人权就被列入了联合国 对 所以他就说联合国从根上 它就变成中共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说你说你就对于台湾来讲 甚至对于整个世界自由民主社会来讲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是一个 对 就是你知道它有很严重问题的组织 那除此之外 邦交国对于台湾的作用已经不是那么太大了 因为现在对于台湾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 存活 那在这个意义上 对 就大家还是愿意比较花钱的 比较愿意花钱 你譬如说这个说英国光去年一年 就向台湾 批准向台湾出售至少两亿美元的潜艇技术和零部件 对 所以说就等于说大家会觉得说 那好你台湾要花钱的话 你不如花在这边好了 对不对 就是你花钱去搞潜艇啊 之类的 你花钱买邦交国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现在台湾的钱也 对 现在台湾的钱也不多 台湾人民也 对 对国防也 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宽裕的 这个空间 基本上我在推特上面看了一下 就大家都是觉得说 就算了 对 你就算这次给了钱 他明年又来要钱你怎么办 后年又来要钱怎么办 他是无穷无尽的呀 就是这个宏多拉斯 他是无穷无尽的去给你要钱呀 他这个国家很糟糕的 这个国家非常糟糕 那你说 那你说 科索沃 昨天我跟大家聊的科索沃 是1999年的时候 李登辉的总统 给了科索沃 我记得是三亿美元 那还有这个来什么 来自台湾的爱 这个大巴车 那人家科索沃 人都还记着 你说你 你给宏多拉斯 你给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他很糟糕 所以也不值 大家都觉得就算了 对 就算了